10月10日晚上18点20分,一场女排世锦赛的巅峰对决即将打响,由中国女排队正开赛以来表现不俗的美国女排。 两支球队中,一支是市锦赛外面冠军球队,另一支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冠军队伍,两强交锋是今年女排世界大赛中的重头戏,此战的结果不仅直接影响到F组的3-6枪名额竞争,也会影响到今年的国际排名世界排名。 这场至关重要的交锋,在国内球迷中,早已被重点关注,U球迷已经开始讨论,旗鼓相当的两支冠军队,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到底谁怕谁,日本市锦赛7个回合战罢,目前F组的形式仍然存在诸多变数。 除了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提前锁定6强名额之外,美国队虽然欺占全胜,但从几分来看只有19分,比排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中国队及俄罗斯队仅多出一分,美国队其实晋级6强还并不稳妥,如果美国队此战输给中国,最后一天必然死拼意大利,不然有可能被中俄之战影响出局的危险。 要求你认为,美国是处于被冲击的一方,心理压力比我们要大,我们没什么好大的,反正都输那么多了,而且美国上个周期三大赛赢中国的时候,祝阿传都是格拉斯,劳埃的主打的比赛中国赢了不少,说中国怕美国,其实最怕格拉斯。 此外,美国的优势在于替补,三个主攻,两个接应,四个复工实力都很强,美国一直靠战绩优势糊糊糊,中国,但他们也害怕中国翻身,抓住他们的命门。 所以,某种程度来说,他们心里有时候也是焦虑和担心的,但可以随着比赛的进展观察中国,如果中国不清楚他们肯定是越打越顺的。 美国队主教练基拉里一直看中中国队,前两年中国队不是很强的时候就很执着的研究中国队,其实他是看中朗岛,高人自然明白朗岛的功力,而且世界杯,奥运会估计也大大刺激了他,美国队都是形势大好,结果自己作死。 而中国队都是擅成水尽却又决定逢生,他肯定不服啊,除了不服估计他内心也有点担心,毕竟打不死的球队有点让人忌惮,在小马看来,这场中美对决,确实是要解决球员的心理问题。 在面对整体配合最佳的美国队时,中国女排的队员们首先,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念,就连实力在中国队之下的另一亚洲球队泰国,他们都能在美国女排身上得分,中国女排是完全有能力与之抗衡的。 因此,明日此战只要中国队稳住心态,减少失误,盯好一船,再来往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布置,加上朱婷的强力进攻,完全有机会打败这支未免冠军球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